那我開始見證奇蹟 我有三個個案跟大家分享 這個都是 理事長的病人 也是我們診斷出來的 賴小姐54歲 自覺右上方走快 大概兩個禮拜沒有家住室 她心裡蠻恐慌的 那來醫院檢查的時候 先拍個攝影 發覺她有個帶狀的 銀河帶狀的行為蓋化 常常病人會問什麼是蓋化 蓋化就是細胞分裂快速的時候 它會留下一些蓋的成績 就表示這個細胞在不斷不斷的增長 就是 運造的那個 運變的開始 所以它是摸不到 超音波也看不到 所以我們 國民健康署提供的顯微蓋化 那魯色就是要偵測顯微蓋化 那蓋化它有線性的 那像這種銀河帶狀 我們叫segmental distribution 這個就比較4V 它 4V就是10%到50是惡性度 4C是大於50% 4A是2%到10%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需要做一個病理切片 切片出來的報告是 就荷蠻受體是陰性 荷兔是陽性 然後分裂指數30 那超音波也看到 有一個 外上方 離乳孕3公分的地方 有一個腫塊 這個可能比較不清楚 可以看到蓋化的地方 然後剛開始腫瘤這麼 邊緣都不太規則 然後低回音 然後血管比較多 這個都是比較不好的影像 那經過陳醫師的治療之後 這腫瘤就縮小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需要放置腫瘤標記 然後在放置標記的時候 也會一起做一個二度切片 然後看它分裂指數是不是下降 然後可以看到腫瘤標記在這裡 那切片 第二次切片居然 說腫瘤 什麼纖維化 然後又排個核磁共振 然後影像醫學科的醫師打來問我 你確定這個病人是乳癌 我說是啊 是 我們經過前導性的化療之後 完全清楚 這是健身奇蹟的第一位 然後順利的把原發的腫瘤拿下來 這個是標記的位置 然後蓋化的地方都清楚乾淨 然後乳房也得以保留 那時候會長說奇怪 他可能得得比較早 那時候我開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第二位病人是一位顏小姐 也是覺得右上方有個腫塊 然後切片的時候 有四公分大的腫瘤屬於三陰性 這是蠻可怕的 那也是經過理事長精準的用藥 收到一公分 更難能可貴的 他的分裂指數從50降到10 那是表示他的癒後相當不錯 呼發力會降低很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初始的時候 當然我們攝影師看蓋化 有時候腫瘤太大也看得到 然後他出始的時候是三陰性的 四公分大然後切片 做了幾個療程縮成一公分 那這個就是在二次切片放一個標記 然後分裂指數降到10 小到這個標記我都看不見了 這個原本的腫瘤也不見了 第三位患者是薛小姐 她很年輕 32歲 我們也很震驚 本來以為是纖維腺瘤 還是謹慎一點 然後大概我們在美國放射學分類是4A 但是10%是10%是惡性 所以我們先給他做個切片 結果出來是一個喝吐醒的 然後分裂指數高達 我們大於14就比較快了 高達60 然後陳醫師決定下猛藥 因為年輕人比較有本錢 很快的腫瘤兩次 打了兩次就從3公分縮到1公分 甚至現在都快不見了 那初始的腫瘤 縮到這麼小 然後分裂指數有稍微下降 未達2.7倍 但是也是很令人驚奇 然後原本的腫瘤在這裡 這麼大 現在消失不見 那是標記 到時候我們就做 如果說那個 在數前在排隔 MRI如果不見了 甚至可以考慮微創 但是這個 有人跟我說 乳癌可不可以用微創來做 某一些亞型 復發度比較低的 清除率高的 這個是我們將來的目標 然後這也要經過大數據的實證醫學 結論就是說 不同的亞型需要同與不同的化療 那 在追蹤的過程中 我們這樣 PCR 就臨床病理清除率 其實跟 我們的無疾病存活期 是正相關 但是追蹤的年限要再更久一點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陳醫師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那個用藥非常靈活 那個 我們叫 就是 sequential concurrent 都是 種種他用心各種 降低步作用 然後 適當的調整用藥 很多病人到 Center 亂了一圈 中容 磁劑 中國又跑回來 那分裂值 我們講的 降207倍是 很好指標 然後 T也淋巴 總有淋巴淨潤小的時候 淨潤多的時候 表示他免疫力 是不錯 育後也不錯 那今天 大概就報告到這裡 謝謝 那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很 比較 算是非常先進的一種手術方式 這種手術方式 最主要就是要讓你的傷口小 盡可能保存 保留你更多的正常的組織 這就是我們這個 所謂的素前治療的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不然有沒有 各位有問題 或是說 在那個 唐醫師做這個素前的診斷的時候 有不太舒服 或者覺得 要給我們建議的地方 會長有沒有什麼建議 因為我們診間是 雖然是 是 顏羅二相 但心裡是蠻菩薩的 這是我跟唐醫師串通好的 對病人總要有一個人扮黑臉 當白臉 以後我會多多三進 我多扮黑臉多一點的角色 好 那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 那我們還是再次的掌聲 謝謝唐醫師給我們今天 這麼精闢的演講 好 謝謝